在一部年代剧讨论一个时代概念 似乎是一种荒诞的行为 但事实上 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溯源 在自由恋爱这个概念泛滥的年代 尤其是深情成田狗 女权泛滥的社会舆论 借由年代剧当中主人公的爱情观 来讨论也是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吴磊侯明浩所主演的《启航》 当风启时 所处的背景年代正好是90年代 一个下海创业和自由恋爱 刚在社会出现的时代 抽象的表达也即逝 事业和爱情都腾飞的年代 启航的两种爱情模式 作为一部年代剧 启航在不仅 剧情上都具备一定的质感 让观众能够找到90年代的感觉 设置出彩的地方 在于这部剧是两个性格不相同的男主 这就导致了两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自然有不同的反应 也就有了两种模式 首先是吴磊扮演的萧闯和毛小辉扮演的谢航 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模式 算是天雷勾动了地火般的热烈 萧闯本身性格是 就是活泼开朗 能说会道 并且胸有大志不甘平凡 难得的是萧闯本身 还十分讲究兄弟一起 遇上平时温柔似水温文尔雅 但是手撕渣男却毫不手软的谢航之时 自然是金风玉露意相逢 变胜却人间无数了 而后面谢航即使几次被萧闯所拖累 也没有大难临头各自飞 反而是认可了萧闯的情意 携手共渡难关 至于裴庆华和谭元的恋爱模式 则更是带有一种女性意识觉醒的女追男行为 裴庆华可以说是典型的凤凰男 从农村里走出的大学生 性格腼腆 虽然不善言辞 但是极具天赋 并且内心刚强有操守 这样的男生被一个酷女孩谭元看上 自然也就是双双坠入爱河了 后来谭元更是成为了一名独立自强的女性 从这两种不同的爱情模式看得出来 具备了自由恋爱的精髓 自由恋爱在于自由 更在于忠诚和责任 比起现在打着自由恋爱的名头 实则是宣泄寂寞借口 享受肉体欢愉的恋爱 萧闯和谢航 裴庆华和谭元的恋爱 不仅自由 更多的还是忠诚和责任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萧闯几次挽回谢航的行为 大多数人都会耻笑萧闯为舔狗 但原本是萧闯的深情 对爱情的坚定 何来成了舔狗 现在的自由恋爱 多是自尊高高在上 却目空一切 相信很多人都应该看过骑士和公主的故事 骑士向公主表白 但公主表示 只要骑士在城堡站岗一百天 就答应她 风吹雨打 骑士在城堡中站岗 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全国都认为她即将要迎娶公主了 但是在第九十九天的时候 骑士却离去了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还差最后一天 骑士却离去了 就连公主都难以理解 在爱情的道路上 一方可以迈出九十九步 最后一步还是需要另一方迈出的 因为爱情不是独角戏 萧闯和谢航的恋爱就是这样 双向奔赴 然而现在很多的爱情模式是 等着对方迈开脚步 自己却懒得动弹 这样的观念和谈自由 简直是残缺是恋爱 而裴庆华和谭元的恋爱 放在今天看来 是要被女权主义者们 所唾弃所围攻的 谭元会被打成婚奴 不要脸等等 裴庆华会被打成软饭男等等 因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 女性天生就高人一等 男性天生就应该为讨好女性 而卑躬屈膝的 在他们看来 爱情当中 从来就只有女性索取 而没有付出 然而这样的关系 还有一个名词 那就是剥削 虽然谭元冲破了父亲 谭起张的重宠阻挠 只为助陪庆华一臂之力 在旁人看来 有点恋爱脑 但这也不正是凸显了 谭元对爱情本身的忠诚 以及为此负起相应责任的表现吗 而后 裴庆华的表现也是没有让谭元失望 不正是两人互相守望的结果 观众看到两人的爱情开花结果 不也是为两人十分高兴吗 所以在爱情之中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弯曲 只要两人舒适 对感情有盼头就可以了 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回过头来看 所谓的自由恋爱 也正是正向的双向奔赴 而在牵手之后 更是应有相当的觉悟 共同付出而非单方面的索取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宣泄寂寞 享受肉体欢愉的恋爱 自然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毕竟这种事情 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 也是有一定的包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